台湾大致讲哨 interjecting 说到了阴间的警政署长 大家会想到谁 大众爷 我们来看到在新北 居然流传得这么一起事件 就说是离长领着上百位的里名 拦下大众爷的神教 要跟他地上的壮旨要来伸冤 说也奇怪 里长到底什么样的冤屈 硬得找上大众爷不可 他说他梦见了一张非常诡异的脸 指引他你找大众爷就对了 大众爷一过来的时候 我们全部跪下 这个大众爷他本身 因为刚开始是泄斗身亡 所以他的性格不是比较凶猛 人们就希望说 借由他们这种煞气 来帮他们执行一些阳间 一些不平的事情 道长一边摇铃 一边念着一般人听不懂的咒语 祈求大众爷消灾解恶 工作上这一叠印有马匹和盔甲的金指 则代表大众爷的千军万马 他会调兵潜将为信众解决问题 他每天办的事情那么多 他的兵马可能有限 我帮他补充补充 我只想说阿嬷阿嬷 准你举手办件 你去卸台中的 那是去年事了 我去卸三天 那警察举手就打电话来说找到了 不光对信众卸巡失窃的物品 数由阴间警察局长别称的大众爷 西藏管的事情非常多 隔壁栏上一张又一张的红纸 写着感谢卸巡机车 获得大小官司顺利解决 满满的感谢状印证大众爷的灵验之说 这个大众爷他本身 因为刚开始是亟斗身亡的 所以他的性格都是比较凶猛的 所以我们拜他的时候 是利用他凶的执行力跟破力 希望能够在阴间帮我们摆平 阳间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我们不准 我们自己放 赶 赶 赶 我们做什么就 他立东把我们怎么样 帮我赶不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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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9世纪 清朝来台湾的移民 那当时来的时候 因为很多像罗汉卡就是单身汉 来到台湾 无依无靠 那有可能在地方上是 因为争取水源 或争取土地资源 而发生了一些邂逗 然后这些五祖孤魂聚集在一起 那当时的人把他合葬之后 就成为现在的大众爷 所以大众爷不是单一的神格 而是一个聚集的神格 正因为大众爷被视为五祖孤魂的首领 还拥有见察是非屈指的司法神格 在新北市新庄区 就流传的这么一起 向大众爷拦叫深渊的故事 那一天大众爷出行的时候 夜房 夜房我就带领我们两三百位的 我们的老百姓 就在我们中原路口 他要转弯过来的时候 我们全部跪下 然后就地质状子 那时候老实讲 讲到这些真的 回想起三十年前的往事 立党赵永成还是忍不住瞳了眼睛 原来当时县政府 为了实施都市更新计划 里内的中原路要从十五米 拓宽为二十五米 当中必须拆除八十五户里面的房子 多达三四百人 有可能因此无家可归 他带头到处澄清 要花没有赔 我们有曾经说 不要紧你要拆我们的房子 可以 我们也不是说要他们赔钱 就是说先见后拆 很省要才能买个房子 然后你这样又把我们拆了 又不补助我们 又只有把我们拆了 不管我们的死活 当时县政府要拆除的范围 指的是中港路和中原路交叉口的 这一块三角地带 一个湿泥 再来一个四米的利益道 再来一个两米的那个房子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的众生 众生就几乎都没有了 我们很不容易才能买到一个房子 政府就是因为错误的证错 害死了我们的老百姓 他们当时要愿意征收是依照公告 土地限制加市城 我的房子大概是一百多出头万 可是我那个房子是 差不多四百多万买的 等于是价值四分之一嘛 对不对 我才盖好没几年 你要征收竟然是用四分之市价 帮我征收 你说谁会同意 绝对不同意嘛 对不对 烂以七身的房子 有可能面临强制拆除的命运 叫李迷们好烦恼 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 我们这种一大块85户 现在剩下这么一小块 他们还到处找民意代表帮忙 我们的抗争 你政府不理我们 那如果你不理我们的手段 就会越来越激烈了 当初营建石那次 就是我们很多人去嘛 那警察就出来说 这营建宿有这样的人来抗争呢 你们怎么来抗争 我们就告诉我们这家人 老板刚才买房买一年 就要把我们疼 那警察把我疼也很想念 你说这很不理 你怎么买一家就要别人疼 对不对 你们有带人 你们可以来帮他 就这样抗争的七八年都没有结果 几乎无计可施的里长 有一天做了一个怪梦 突然间闷到有一个鬼脸来跟我讲说 你们这些中原路的事情 也可以拜托大众爷来帮你们主持公道 梦里头出现的诡异脸孔到底是谁 里长醒来之后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提出找大众爷成情的方法或许可行 于是里长找大家来一起商量 没想到更难以解释的情况还在后头 你那里长同一天闷到 对对对 闷到那两个商机说 你们可以去请大众爷帮我们主持公道 同一时间两个人都梦到了 有人指引可以找大众爷帮忙 这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安排 阳静的力量都已经不可行了 议员什么来帮忙都已经不可行了 我们只好借助这阴静的力量 所以说不定这阴静的力量 能够让大家良心发现 然后能够把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 给它取消掉 于是大家称的地方举办大众爷圣诞祭典的时候 聚集在中原路口等候 大众爷一过来的时候 我们全部跪下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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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的腳不要拐 老兄的腳不要拐 上百位民众突然集体下跪的举动 因为阻挡而绕进的队伍 而遭到工作人员劝阻 他们说你们这样子 我们说我们有冤情啊 请大众爷替我们祀祀公道 后来他就就降手了 就接着我们的壮子 然后我们把壮子递给那个将手 那个将手就是我所梦到的那个鬼人 我才恍然大悟就 这个大众爷明明之中 就是明明之中来乡停我们这些乡人这样子 原来出现在里长梦里的诡异连孔 就是大众爷出巡时的护卫队欢将手 将手在念的时候就有一阵风吹过来 那时候我有问后面的 他们说怎么冷冷的这样子游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有说 有感应到说大众爷替我们有指示公道 神奇的是在那一天 向大众爷拦叫深渊之后 原本胶着的陈情状况开始变化 我们去的时候 哇 警察就很多 一整排 然后我们会丢鸡蛋啊 可是后来啊 老师有时候丢到警察的时候 我们心也是很痛 跟这个警察也没关系啊 就是你们县政府的事情啊 起舞完了 然后每次的抗争就很顺利 因为不然我们看到 我们抗争到县政府的时候 县政府的警察马上都全部回家 就有通工报信 后来我们在抗争了就没有了 前前后后花了十三年成情 原本要拆除房子的八十五户里民 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家 而这一段大众爷帮信众深渊的故事 也在地方慢慢散开 说到的道士 您的脑海礼服 牵出什么样的形象跟声音呢 我们接下来给您介绍的这一位 他非常的接地气 也非常的另类 就这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潘仲鹏 他在新北瑞芳当地还蛮有名气的 除了在庙里帮人收金 让人问世之外 另外一方面 他也在国立海洋大学 攻读硕士的学位 但您可能要问了 不过就是道士吗 为什么要读这么高的学位呢 说到底 这个举动跟他的父亲大学关系 才一大早 瑞芳小镇这间公庙门前 就挤满大批人潮 原来是为了收金而来 不分男女老幼全跑来庙里 请道长收金消灾 是因为这是一项免费提供的服务 收金去外面都要借的 要应免 如果只要买会 扮什么活动 他人后来的时候 活动一个改革 休息的时间 什么人来的时候 都不用贵的收金 信徒口中热心的道长 名叫潘正鹏 只要每逢农历初一十五 都可以在新北瑞芳的大小庙宇 看见他 免费替人消灾祈福 他很热心 就是附近的庙宇需要的话 他都没有二话不说 我们需要改肯定 现在很好的年轻 贷售村民认可了年轻道长 为什么要牺牲 赚红包的好机会 一切都是为了他 我上个家跟他讲 说你的儿子 以前是怎么不堪的 那我现在有借这个机会 我慢慢有在做回馈的事情 那我因为把这个回馈的事情 一直做到我中老的那一天 早逝的父亲是潘正鹏 心里最大的遗憾 因为不管是消灾其福 或者是驱邪必上的道法科宜 全都来自于爸爸的传承 这个是我父亲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七星件 这个一百多年了 这个都是 在在处处都是 我嘱咐我父亲留下来一个精神 四口大铁柜里 留下的全都是从爷爷传到父亲 再传到他手里的各种法器经书 是潘正鹏心里最珍贵的五家之宝 可别以为身为道士家族的一员 接班是理所当然 其实潘正鹏从小就很抗拒 这一个特殊职业 他叫做塞公 塞公的话那我又姓潘 他会就变成塞公盘 师公潘这样子 我一个年轻人这样子 我会觉得我压力好大 童年时期的潘正鹏 对塞公这个词汇非常感冒 偏偏放学一回到家 就得充当父亲的小助理 想逃也逃不了 擦香我们一般的人 认为这个小动作没什么 可是我的香的话 我如果有一点偏差 有点外斜的话 坦白讲我父亲 就会敲一下我的头 所以我每次跟他 在一起做法会的时候 我就会很害怕 吉利翔摆脱 道士称号的潘正鹏 高职毕业后就跑去当搬货工人 也当过工厂作业员 下班后他宁可和朋友 在外喝酒玩乐 就是不想待在家里 却不知不觉 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压力的话 我就借由酒来 自己把自己降压 可是后来我发现并没有降压 而是我越喝越多 一个礼拜最多喝到变成五天 这样子的生活到后面 坦白讲跟着你的人也会怕 任凭父母百般苦口婆心 潘正鹏还是天天喝酒 最后连妻子都受不了 离他而去 他有跟我讲一句话 我就是瞧不起你 我就是看你是永远 你是依附在父母亲怀里面的妈吧 你是阿斗 我看你哪天才会振作起来 妻子的离开 是压垮攀正棚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酒越喝越多 无法自拔 直到那一天 他在半夢半醒之间 看到一个诡异的情境 我今天我梦见 我走在我们活动的家乡的路上 就是火车站那边 梦境中是有一只大红鸟 在我的那个头上 大概电信杆的高度在那边盘旋 这扬声在那边鸣叫 那只老鹰既然会化成一个 神明的一个图腾就出来了 我很清楚 他就跟我讲说 四弟 你要记得我在等你 梦里的老鹰代表什么 潘正棚当下没有多想 但是隔天又有奇人进到他的梦里 他就穿了个道袍 就是很明显是一个道夫 然后拍我的肩膀 说年轻人你在烦恼什么 我还可以跟他对话 我说没有啊 我没有烦恼什么 他就跟我讲说 你时间到了 你要跟你父亲 好好的学习道法 你不用再迟疑了 一连好几天的诡异梦境 都是要潘正棚学习道法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是神明显灵 电话他吗 这时候的潘正棚 决定挥别酗酒 失棍的阴霾 不再醉生梦死 让父亲失望 爱天珠 废教塞工又怎么样 重新振作起来的潘正棚 不再执着于外界异样的眼光 毅然决然接下父亲的棒子 还去报考大学夜间部 重回校园 精进自己 我是三十五岁才回去读大学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 我在神明的面前我就发誓 我从此以后我要戒酒 戒烟 学道资人本就是要纯净 比较纯苦的自己 晚上念书进修白天接法会 潘正棚忙到几乎没有串洗的空间 就是也是蛮痛苦的 因为打字我只能用所谓的一样子的方式 就要一字一字这样按 可是每一份报告都是四五千个字 为了要做这个功课 常常做到差不多半夜的时间 拉开橱櫃拿出每一颗都是九十分以上的成绩单 还有满满的奖状 这全都是潘正棚大学生涯 努力用功的回报 但是却来不及跟父亲分享 三年前潘爸爸突然脑中风 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冲了四天就离开人间 但是浪子回头的儿子 却还有好多话想跟父亲说 烧香跟天上的父亲禀报 过去荒唐的儿子已经脱胎换骨 努力向学的潘正棚 在去年以第三名的好成绩 录取海洋大学海洋研究所的硕士班 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读到研究所 也希望是说给天上的父亲 一个好的礼物这样子 让他们知道你们辛苦没有白费这样子 三个参加第一个黄青舟 第二个什么暑假 第三个人过年 认真听教授讲课潘正棚聚精会神 在学生清一色都是小鲜肉的教室里 这位大叔同学显得有些突兀 就是他进来之后 老师跟我提起 他就是导师我们才知道 相处上就很好 对 就是跟一般同学这样子相处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机会 这个是第三关的关 没有啊 就最乖 最乖 就最乖一关 哪怕眼前这一位学长的年纪 都跟儿子差不多了 潘正棚还是虚心讨教 在教授眼里 平日礼物刀弄剑画幅的道长 在校园里并没有与众不同 他的精神是很可悲的 从来不出席 缺席 从来不缺席 然后呢 因为我不懂 就马上问一些这个前辈 我们就想说你既然来了 我们就多给他这样子宗教 还有文化方面的知识 然后能够提升 提升他自己的内涵 才刚念硕一的潘正棚 已经想好他的论文题目 是研究瑞芳的宗教文化 希望让故乡 同样喉动有外界的印象 不再只是矛盛而已 鞭策自己也发愿回馈社会 让子回头了硕士道长 正一步步实现 他对父亲的承诺 以后如果有一天 当我这个儿子凋零了 我面对我们的祖先 面对你的时候 我也不会愧见于你们了 我们给您来看到 是这一位年近半百的里长 曾仁杰 他出身旺族 但是从小却不学好 入了黑帮 还染上了毒瘾 前前后后花了十年的时间 才把毒瘾戒掉 他从此喜心革面 去读了神学院 当起了黑道牧师 劝人为善 而现在呢 他更进一步要服务相领 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位黑道牧师 多了个身份 给您讲 丝毫不理会尘土飞扬 社群妈妈们卖力清扫落叶 这台中是东区乐城里 每天例行的环保活动 但仔细瞧 怎么万宏丛中有一点绿 你做好人 没有 怎么说 你阿姨刚刚跟我说一说 你随随把那台咖啡 把这台咖啡帮去送给你 对... 就有一个厉害小孩 不然边边也很欢迎 对啊 你好啊 社群妈妈口中的好人阿杰 是先上任的里长曾仁杰 由于她在当里长之前的职业 很特别 一方还习惯这样叫她 牧师里长 牧师里长啊 别看她现在和大家相处的 一团和气 过去可是当地 响叮当的头痛人物 以前爱上人 他也会吃多了 真的改变太多 改变太多了 改变真的是一群方的 而且里长没有吓到吗 我不会吓到 我觉得人回头才是真的 是棒的啊 面对李明向记者爆料 自己的荒唐史 曾仁杰居然不像一般人急着掩饰 反而心无惯爱 娓娓道来 首先带我们来到地方历史 最悠久的土地公庙 曾万鼎 阿公的名字为什么在这边 我阿公当过保证啊 不光阿公当过日治时代的保证 爸爸也曾经坐过里长 曾家可说是名门望族 当年曾仁杰的诞生 在地方更是大事已见 因为在连生三个女儿之后 曾爸爸终于在52岁的高龄 喜获龄儿 大家跟我们老公都 那时代比较老婆 从很多的幼饭 就出来我们的店口这样放着 还没想到 我们这个六星 我们大家可能有去那边 也去做一班 小时候用什么爸爸都会 我记得小学五年级 要一台吉安特可以飞 有没有 大概四十几年前 五六千块算数目不小 他叫拿给我叔叔 然后你带他去 去买 但天之骄子却因为个性好动 不喜欢读书 让一向疼爱他的爸爸伤痛脑筋 讲到这个有时候心很痛 我的大姐二姐三姐 他们的功课都不错 常常在学校就是好像会被笑 一个老师说 你知道言言不二过吗 你知道言言是男的女的 你知道吗 就在众林面前问我 其实当下我很囧在那边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从小被父母捧在手掌心的曾仁杰 自尊心特别强 因为学业方面得不到成就感 小小年纪的他 转而寻求其他管道的认同 我们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他们就在玩这些八家将 十家将 我朋友就说已经赶了吗 我说那有什么不赶的 拿起来就赶了 痛啊 痛啊 就好像一个面子问题 那时候觉得说要出来混嘛 那有什么不赶 就现在想想好像很好笑 有点傻傻的 回想起这一段放荡岁月 曾仁杰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当时他不懂事 一些想在黑帮闯出名号 他不会演电影《萌家》里的 成兄斗肯情节 就是自己的生活缩影 十八九岁的时候 就是会跟着大哥去酒店 很好奇啊 他们每天都穿很漂亮 很帅 穿得很拽 然后拿到名车可以看 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 就被他们吸引 被花花世界吸引了他 越混越大尾 却也渐渐迷失自己 当兵放假回来 那都舍不得睡觉 就一直玩一直玩 连续玩了三四天 就喝酒 不晓得他们在吸氨贝糖蜜 他说这个可以提神 一个念头偏差 曾仁杰从此成人独海长达十年 最痛心的 莫过于从小疼爱他的父母 一家人家人家要死亡 不要吃这种东西 不能吃这种东西 就不够了 面对老妈妈的阴阴期盼 只能接好几度 拜托家人帮忙戒毒 无奈一次又一次 成为毒品的俘虏 我关他二楼 然后他跳楼 那半夜不见了 那我想我关你十一楼 你总不会跑了吧 爬到那个阳台 要从这边跳过去隔壁家 结果那小朋友看到 叫他妈妈 他妈妈 妈妈 那里有人 我说小朋友 不用 别怕 别怕 我说大姐那个我们家 我们被反锁 你帮我开一下 结果他就真的很好 去叫那个打锁来开门 我看到他吸毒对不对 他又戒不起来 好像是着魔一样 他可能会危害到别人 因为吸毒的人 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不对 所以如果当时我常常回想 那一段时间说 如果我有把枪 我可以把它毙了 那我不用关 我很想这么做 正所谓 日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 想戒毒却又戒不掉的真人节 终究难逃法往 买毒 结果那个人已经被抓了 我一直不断地call他 结果就有人出来抓我 然后我想说 那就也不想要打什么官司 就算了 因为我知道可能在外面没办法戒 还是有毒很厄心 很难想象 那时候 那时候 现在是不可能 正当曾仁杰以为戒毒的意志 终将被欲望消磨殆尽的时候 一封来自老爸爸的亲笔信 让他重新燃起斗志 他有写到说 如果有一天你回来 那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那虽然爸爸老了 但是爸爸还是一定会绑你 老爸爸对自己的不离不弃 成了曾仁杰抵抗诱惑的最大力量 戒毒出遇了他 虽然一样在黑道闯荡 但起码远离了毒品威胁 至十个月之后 好兄弟发生一场意外 心情迷惑了他 不但走上回头路 甚至变本加厉燃上赌博 然后吸毒人会靠过来 他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再在卖的求人家给他 然后甚至会恐吓他们 你要卖毒的 他就发生车祸 结果在陈情医院 那我去看他 他已经走了 他走了当下我遇到两三个吸毒的朋友 在那天我又开始吸毒 从此曾仁杰混恶度日 他既无法执行帮派交代任务 就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快要丧失 还好家人始终对他不放弃 我的姐姐她先为了我到教会 到信耶稣 然后她在美国打电话 回来给我的妈妈跟爸爸 她说你弟好像快死了 每天都躲在家里 这样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当下我非常难过 我先跟我讲一句话 也让我有点想通说 我不要那么自责 她说你在台湾帮他戒毒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用尽你的方法 那你试着祷告吧 我就说好 那我就祷告 在二姐的鼓励之下 曾仁杰向花莲的主爱之家 寻求协助 前前后后花了两年 终于克服了心魔 也开启她毒神学院的契机 从一个人见人怕的毒虫 咬身一变成了受人敬仰的牧师 曾仁杰的改变 最感到欣慰的就是老爸爸了 于是他主动提起受洗的意愿 而他在受洗当天说的一番话 至今依旧让曾仁杰一想到 就忍不住叹气 因为那时候常常有新闻媒体 会播啊 有什么枪杀啊 或者是凶杀案啊 然后爸爸都很怕 打开电视看 那是不是我的孩子的名字 深刻体会父外的伟大 激励的曾仁杰想要做得更多 于是他踏出教会 到监狱辅导受刑人 到偏乡照顾弱势孩童 一座就是十八年 会在年近半百时转换人生跑道 回家乡选里长 也跟爸爸的遗愿有关 只是当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 居然是妈妈 好不容易熬过家庭革命 曾仁杰却在宣布参选的那一刻 就碰到选举二部 过去的黑历史一个一个被挖出来 我们小学同学我住这里嘛 他说人家打电话来啦 说这个哦 以前有派孩子啦 我就跟他讲说 你选你的里长 这我来去处理就好了 因为我说不要 这不要处理 我们就好 我选我的里长就 人家怎么去挖 都在意 个性改很多啦 跟以前 虽然表面说着不在意 其实他比谁都害怕选举的结果 万一我没有选上 会不会成为一个笑话 会 因为毕竟会被人家觉得 生命是一个笑话 因为从我过去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笑话 因为我是一个吸毒者嘛 然后被关过 那是一个笑话啊 这样的自我怀疑 直到听到姑姑的一句话而释怀 你爸爸还跟我说 他说你有这天你会变得很乖 仿佛感受到天国爸爸给予的支持 在人家在拜票时格外有动力 他徒步穿梭里面的大街小巷 挨家挨户拜访 就像过去当牧师一样 倾听大家的声音 就这样一步一脚印 让他一届政治素人 在三个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来喔 快点喔 只是高票当选 并不是故事的结尾 因为拖下牧师跑的真人节 就像从神界重回凡间 会不同就是可能很多电话 以前在家很单纯 就是利用姐妹来问你可能都一些 圣经的事啊 他家庭的事 他个人的事 那现在是什么事呢 要找你啊 像轮胎破了也找你啊 然后猫晚上在吵啊 也在找你啊 也会啊 尽管要处理的事物变杂变多 曾仁杰却甘之如鱼 因为他想要证明一件事 希望爸爸现在在天堂 他可以看得到这一幕 我的那个位置是我父亲的 我爸爸的那个 他以前的办公桌 所以之前我要把他留着 因为我希望我的父亲知道说 儿子一步一脚印 就是 没说出口的感谢 他相信爸爸会懂 我怕他会去的那样子 我怕他在哪里 我怕他就会看得到 那里有点难道 就知道了 他在哪里